師徒行轉二十八次,十八週二十四次轉二十八次 有一個猶太人名叫阿波羅,來到以弗所 他身在阿歷山大,是有學問的,是能講解聖經 這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心裡火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教訓人 只是他單曉得若漢的洗禮 他在會堂裡放膽講道,白基拉、阿居拉聽見就接他來,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 他想要王亞該亞去,弟兄們就勉勵他,並寫信請門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裡,多幫助那蒙恩主的人信,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 博賭由藝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各位好,Shalom,平安 願因為平安和我們的父上帝和主耶穌歸給你們 首先,很想問大家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位專業人士 舉個例子,如果你是一個律師 你是很喜歡你的工作的,你做得很好 有一天,你上完法庭之後 有一個人,他拔你去一旁 叫你去一旁 原來那個人是做建築的,是搭棚的工人 他就跟你說 你剛剛說的法律內容好像有點問題 然後那位建築工人就跟你講解 整個法律內容 如果他是這樣提醒你,你會怎樣 你通常用什麼態度去面對你的同事 家人或好朋友給你的提議 又或者反過來問 如果你看到你的同學仔 你的朋友仔 你的上司 甚至教會的牧者 他做錯了些事,或者說了些事 你會怎樣提醒他們 今天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 是發生在我們這裡的 哎呀,我還沒介紹自己 我其實是以佛所區的一個基督教 跟隨基督的信徒來的 史圖保羅之前已經來過以佛所 他帶了一對夫婦 叫做Aquila和Prisilla 阿基拉和白居拉 來到我們以佛所這個地區 保羅之後 繼續他的宣教旅程 就去了該薩尼亞 但是這對夫婦 就留在我們這裡 以佛所 牧養我們的教會 那時候 有一個很年輕歷壯的領袖 他經常在猶太人會堂裡 說很多話 原來這個人叫做阿波羅 他來頭就厲害了 原來他來自埃及的阿力山大城 那個城原來在希臘羅馬的世界裡 出了名 出了名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出了名 是教育哲學的中心 那裡有一個很大的Museum 而且那裡也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 裡面有40萬本的藏書 所以這個地方可謂一個很有文化氣息的地方 所以阿波羅可謂出自一個書鄉之城 告訴你們 這個阿波羅非常有學問 根據你們有所不知 有時候我告訴別人 一個人有學問 但是在我們這個年代 不是這樣的 有學問的意思 根據希臘和羅馬的教育制度 有學問不僅是很有知識的 而且他是極有口才 說話很厲害 又懂得跟別人辯論的 而且阿波羅講解聖經 是很有能力的 很明顯 他所教訓的教導 跟其他猶太拉比的老師很不同 他跟隨了基督的信徒一樣 他很清楚跟隨耶穌基督 他很清楚透過耶穌基督 人是可以得著救恩的 而當他講解聖經的時候就厲害了 他講解聖經的時候 雙眼好像有一團火一樣 幾有能力的 他很準確地教導 關於耶穌的事 但是有一點怪怪的 當他講到關於洗禮的事的時候 原來他只懂關於約翰的洗禮 什麼是約翰的洗禮呢? 之前施洗約翰 John the Baptist 他來到宣告叫人悔改 去repentance 他叫以色列人悔改 去預備真正的尼賽亞來到 原來阿波羅 他只知道約翰的洗禮 阿波羅真是一位有能力的傳導人 但是有一點不足 就是他好像在水禮上 有點不太清楚 有一天 我看到一件事 告訴你們 我看到那對夫婦 伯基拉和阿基拉 他們私底下叫了阿波羅去住的地方 跟他聊天 後來阿波羅也有再出來講道 但是他教導有點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了? 他以前是相信約翰的洗禮 接受悔改的洗禮 而不是相信關於基督的洗禮 現在他教得很對 他說水禮是象徵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去宣告 他說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即是由一個死亡的生命 我們洗禮之後 跟基督一樣享有一個復活的生命 到了末世耶穌再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基督一起享受這個復活的生命 所以這就是指出了阿波羅去教導水禮的事情 跟以前很不同 很明顯 阿波羅已經是耶穌基督的信徒 他已經接受了聖靈 不是他講道也不會那麼有能力 但是他在水禮裡面有一點不清楚 但是經過佩斯拉和阿基拉和阿基拉去教導之後 清楚很多了 教會的屬靈領袖 又不單單只有牧師傳導人 又不單單只有長老執事 其實都包括有很多領袖 主日學老師 團契帶領的人 甚至是帶領我們唱歌的人 帶領我們祈禱的人 而我們每一個人 無論大人小朋友 其實都是很有潛質被主塑造的 阿波羅博學多才 對主熱心 他又講聖經講得很厲害 並且用這些知識去服侍神 阿波羅卻不知道真正的浸禮的意思 所以其實做一些領袖都需要被挑戰和指導 不知道在我們的服侍上 有沒有試過被挑戰和指導呢? 過程未必一定很舒服和順利 但是如果我們 這個挑戰和指導 可以讓我們在真理上的理解更完善的話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功課 這個這麼有學問的傳導人 阿波羅 他竟然願意聽取 一對做帳牌的平民 他的教導 其實真的很厲害 而當我們在工作中 或是在你的學校中 甚至是我們看到 這裡有些媽媽們 照顧小朋友 神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階段 都有不同的使命 神也讓我們 經歷不同的挑戰和指導 求神也讓我們有一個謙卑的心 受教的心 不要一開始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什麼都不用學 而是我們可以分析 首先反省和檢視我們自己 阿居拉和白基拉其實都做得很好 因為他們私下邀請了阿波羅去教導他 總比公開糾正他 或者指出他的錯處 而做得好 我講講阿波羅後來去了哪裡 我聽聞阿波羅之後 就去了阿蓋亞 這個地方其實是 在哥林多 就是阿蓋亞地區 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他就去了哥林多 這個地方 我們一班以弗所的弟兄姊妹 當然都舉腳贊成 我們還寫了一封信給哥林多的信徒 叫他一定要接待好阿波羅 他到了那裡 我聽聞他幫助了很多人 幫助了他們去信主 阿波羅更加在眾人面前 很有能力地去駁斥那些猶太人 阿波羅就引聖經去證明 耶穌就是基督了 就是救藥所應他的離聚 那些猶太人都很豪然 聽到這件事 後來試圖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 當時更加說 我栽種了阿波羅 敲貫了 唯有神先叫他們信徒能夠成長 可見我們看到阿波羅很努力地 牧養當地信徒的屬靈生命 阿波羅有很特別的恩賜 他跟猶太人辯論 又很熟聖經 因此他不單是教會好目者 他還是一個很好的報道家 因為阿波羅有被主徒做的心 同時他也有其他信徒去造就他 就可以幫助成長 其實這可以幫助教會實踐教會的使命 教會的使命 其實就是將 應許尼賽亞的基督 也就是耶穌基督 告訴這個世界 他為我們釘身受死 是似給我們有救恩 以及將這個復活的信息 傳給全世界的人 我們這些散居在不同世界各地的地方 聽說你們是在高桂林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在散居不同世界各地的人 都可以聽到福音 是有賴著每一個門徒在教會裡面 都得到造就 然後再將福音傳給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阿波羅就是因為他在他小時候 好像這裡也有很多小朋友 在他小時候他就認識了基督 他很努力地學習聖經 很努力地服侍 雖然他還需要更多的學習 但有一對夫妻幫助阿波羅成長 阿波羅最後成為一個很有效的傳導人 今天我們在教會成長的裡面 可能未必每一個人都想做一個傳導人 或者宣教士 但是作為跟隨基督的門徒 我們一生都是要為主而活的 今天我們在這個社區裡面去成長 叫做高桂林 看到你們各人 那我和你們就不同了 在第二處成長 可能我們將來因為不同的原因 都會去不同的原因 例如工作 結了婚 或者你去了第二處讀書 叫做我們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但希望我們現在都可以在聖經裡面 不斷去成長 在教會群體裡面 我們都有被神去改變的心 當別人去挑戰我們 或者去告訴我們有些事情 我們做得不好 要做好一點的時候 我們要有分析能力之餘 我們都希望可以 像阿波羅一樣 去謙卑仇教 同時我們也去造就其他不同的信徒 幫助他們去成長 當我們分散到不同群體 不同地方的時候 無論你在學校 你的工作的地方 或者你的家庭 甚至在這個社會上面 我們就成為了耶穌基督的見證了 是一個有盼望的群體 告訴我們身邊的人聽 有耶穌 帶領他們認識上帝 這就是神給我們教會 和我們教會群體的使命了 今天我很開心來到你們的當中 讓我一起為你們祈禱 好 親愛天父 真是很感謝你 賜給我們這個信息 叫我們在阿波羅的生命裡 我們學習到 如何去謙卑仇教 主要如果我們現在 各人都遇到不同的挑戰 遇到不同的難處 主要求你賜給我們有智慧 讓我們可以去判辯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主要如果我們需要去改善的話 求你的聖靈都去教導我們 讓我們可以給你更新 我們有很多時候都很軟弱 衝破不了我們一些未知的位置 或者是我們性格上有不同的缺點 主要求你去幫助我們每一個 讓我們都可以謙卑在你的面前 讓你去塗造 讓基督你讓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門徒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懂得如何去造就不同的弟兄姊妹 當我們在群體裡面 無論是我們身邊的同學 我們的同事 還是在教會的服侍裡面 如果我們看到 可以造就對方的一些機會 或者甚至我們聽到 對方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位置 我求你都賜給我們每個人有智慧 懂得如何去跟對方說 我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去造就他 為了讓他可以在基督裡面認識更多 生命裡面做得更好 求你去幫助我們有智慧 懂得如何提點不同的人 主要我亦都求你祝福我們這裡每個不同的人 叫我們在信仰群體裡面 都可以找到上帝你給我們的使命 以至當我們無論日後我們在一個什麼地方 我們都懂得捉緊耶穌基督 甚至是把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恩典 還有你給我們很多不同的經歷 我們都懂得成為你的見證 去傳遞給不同的人 去讓萬國的萬民都可以去到你的面前 去認識你 多謝你今天給我們有這個分享 以上的討告 奉耶穌基督得成名字祈求 阿門 我們現在也有祝福的時間 我們一起低頭 去接受從上而來的祝福 願平安、慈愛、信心 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 臨到眾弟兄 願一切以不留的愛 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阿門